在監視器畫面中一名富人走到銀行櫃台 手上還拿著手機講著電話 並且向櫃台人員說要匯款70萬元 在上個月底一名高齡83歲的陳姓老富人 接到電話說他的孫子在外面欠債 而且人現在在歹徒手上 要求證明老富人要馬上匯款70萬 否則將對他的孫子不利 而老富人聽得急忙到老街上的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要來匯款 三四點的時候看到一個老太太 她進來的時候手裡還拿著電話 一面在講電話 來到櫃台表情很緊張 一面在講電話 她來的時候她說她要提領70萬的現金 但是我們剛好本社我們那個經班的人員 她本一專業的經驗 感覺到這個事情有意 有意所以說她就問她 淡水一信表示 當時行員看到這名陳姓婦人臉色慌張 一邊講著手機 一邊要向行員操作匯款作業 而一旁的蔡課長看到覺得有詐 因此就向前詢問發現 這很有可能是一起詐騙案件 因此向老富人說先掛斷電話 打給孫子看看狀況 再說先別匯款 而另外一方面也請行員立即報警處理 她手裡面那個電話還拿著 手機還拿著 因為歹徒跟她講要脅說她也不能報警 也不能掛電話這樣子 所以說她用紙條偷偷寫這樣子 跟我們行員講 我們行員一知道這個應該就是詐騙集團 有問題 所以我們除了來拖延她 拖延她 拖延她我們就跟她假決說 她這個錢是用支票 現在還在交換中 所以說不得提領 也故意講得很大聲 讓那個歹徒能夠聽到 在警方到場之後 老富人將電話交給了警方 並且再打電話給自己的孫子 才得知 誠信老富人的孫子平安 而從頭到尾都是詐騙集團在操作 在行員的機警之下 也幫助老富人守住這70萬元的老本 而淡水一信也呼籲民眾若是 接到類似電話 千萬別慌張 可以尋求一六五反詐騙電話 或者是向警方求助以避免上當受騙 記者 許多安逸 帶隨西方八道